妻子临盆在即 我付出所有 对她悉心照顾 可却没想到 她代求奋战 和她的好竹马深夜缠绵 我目睹一切 心如死灰 却没有打扰 临盆当天 她对我说 顾培修 孩子不是你的 你没资格签字 我和妻子柳如烟 结婚三年 她好不容易怀上孕 我每日悉心照顾 正是应了那句话 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因为临近生产 她提议尽早住院 对此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用身上最后一笔钱 给她交了昂贵的 私人医院住院费 却在给她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了好几张飞机票 上面写着 她和她闺蜜的名字 我顺手拿起来看了看 只是看着看着 我忽然在飞机票上 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刘燕辉 冷不丁看到这个名字 我呼吸忍不住一致 这是我老婆的青梅竹马 两人关系很好 听说刘燕辉以前 还追过我老婆 但好像没成功 我老婆柳如烟身材好 长得漂亮 在学校里还是笑话 追求者众多 最后却被我抱得美人归 我知道 和我老婆的竹马相比 我没什么太大的优势 除了我很有钱之外 可最近我的生意不顺利 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老婆柳如烟找到借口 怀孕期间催促我好多次 让我将房车转移到她的名下 她说不想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也不想我将所有的钱都亏了 那时 她温柔挽着我的手臂 一只手抚摸着肚子 和我说 陪修 你也不想孩子生下来 连房子都没有住吧 到时候你破产了 我跟着你流浪街头 没什么 可是孩子刚出生 需要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我不想孩子生下来就受苦 什么都没有 她说着话眼眶忍不住红了 她正怀着孕 情绪波动不能太大 我担心影响到她和孩子 想了一下 我就同意了她的请求 将车子房子转移到了她名下 就算我真的熬不过去破产 车子和房子留给她和孩子 也是可以的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车子和房子 刚转移到了她的名下 她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接下来的日子 更是以我破产为由 和我各种吵架 想办法从我这里要钱 不给钱就威胁我说 要打掉孩子 为了保全孩子 她很多屋里的要求 我都同意了 更是在生产的最后一个月 让我给她交了一笔 昂贵的私人医院的住院费 至此 她对我爱搭不理 那时候 我因为忙于事业 就请了一个月嫂照顾她 终于等我熬过最困难的时刻 我心头大喜 跑到医院 想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柳如烟 我刚进入病房 还没开口说话 一个护士却走了进来 说道 孕妇马上就要生产 谁是孕妇的丈夫 签一下字吧 我听到这个消息 欣喜若狂 我事业上的难关刚度过 如今孩子又要出生 这简直就是双喜临门 我伸手就要接过 护士递过来的文件 却在这时候 听到柳如烟冷冰冰的声音 顾培修 孩子不是你的 你没资格签字零二 她说这话之时 脸上带着一丝激讽之色 而我闻听此话 却像是如遭雷击 孩子不是我的吗 我此刻还感觉 脑子处于一种 混沌蒙圈的状态当中 回神后 我心里还抱着 最后一丝侥幸 老婆 都这种时候了 你就别和我开玩笑了 顾培修 你看我的样子 像是和你开玩笑的吗 你公司都要破产了 我还有必要和你开玩笑吗 柳如烟眼神里的不屑 越发浓郁 正当我还要说什么之时 一道嘲讽之声再次响起 就是 都什么时候了 顾培修 你还认不清楚自己吗 你都要破产了 还想烟烟和孩子 跟着你受罪吗 话音落下 我看到一个身穿着 西装革履的男人 走了进来 他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 他进来之后 我能明显感觉到 柳如烟 看向这人的眼神 都柔软了好多 我认识这人 他就是刘燕辉 柳如烟的好竹马 燕辉 你来了 柳如烟忽然柔声喊道 嗯 燕燕 今天公司有个重要会议 我一时间走不开 对不起 他走到了柳如烟身边 柳如烟顿时意味在 刘燕辉怀抱里 他的动作亲密又自然 彭佛这样的动作 他已经做了成百上千遍 两人丝毫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燕辉 你现在已经 微光公司的总经理 正是事业上升期 忙一些也正常 只要没有错过孩子的出生时间就好了 微光公司 我听到这个四个字 面色微变 微光公司不就是我公司旗下的一家分公司吗 但此时 这已经不是重点 重点是 眼前这对贱人早就勾搭在了一起 连孩子都不是我的 我看着两人亲密的依偎在一起 我怒火上涌 快步上前去一把领住刘燕辉的领带 对着他的面颊就砸了一拳 刘燕辉被砸得身体亮呛 朝着地上倒去 很快一道刺耳尖叫的声音响起 你是不是疯啊 你打燕辉干什么 还怀孕着身孕的柳如烟 很快就从床上下来 一把推开了我 他看向倒在地上的刘燕辉 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都是心疼 燕辉 你没事吧 没打疼你吧 刘燕辉从地上爬起来 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没事 让这个废物打一拳 也不会少点什么 现在他的车子房子 还有老婆孩子都是我的了 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废物 柳如烟也盯着我 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愧疚质感 相反还带着一股仇恨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他这种眼神 我和他结婚这几年来 让他从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当中 一跃改变了身份阶级 过上了贵太太的生活 连同他的家人也是如此 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 非要走到这一步 三 结婚之后 他说不想上班 我就让他在家里当全职太太 说是当全职太太 其实什么活都不用干 毕竟家里我请了保姆 他基本上食指不沾阳春水 在家当起了酷太太 日常生活就是出去喝下午茶购物 那时候我给了他一张附属信用卡 额度很高 可以满足他日常购物需求 他在这方面也没有节制 家里的包包和衣服可以说是堆积如山 对此我也不在意 想着只要他开心就好 他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会想着各种办法哄他开心 绝对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可以确认的是 我是爱他的 我希望可以和他生儿育女 携手到白头 柳如烟很快朝着我吼道 顾培修 你赶紧给燕辉道歉 道歉 看着柳如烟一副心疼维护的 刘燕辉的模样 一瞬间 我感觉心肩都在抖动 我食指紧握 这一刻 我心如死灰 对柳如烟的感情 正在快速消散 道歉就算了 你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 签了之后 从此你就和燕燕还有孩子 没有任何关系 刘燕辉从包内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 我没有动手去接 我看着柳如烟 心头颤动 却还是忍不住问道 柳如烟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当然 这是我和燕辉一起决定的离婚协议 你赶紧签了吧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这多年的付出 让我心里总有一丝不甘心 我伸手接过离婚协议 却还是忍不住问一句 柳如烟 你真的就从来没有爱过我吗 这话落地 柳如烟嘴角浮现一抹讥讽 而刘燕辉更是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看到两人如此模样 我大概就明白了过来 这场所谓的婚姻从头到尾 都只是一个骗局 顾培修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烟烟怎么会爱你呢 刘燕辉冷笑 没错 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从头到尾都只是燕辉的一个提身 我嫁给你 只是看你有钱而已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柳如烟冷漠说道 这话落地 我瞬间心如死灰 原来一直以来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 我打开了离婚协议书看了眼 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他有利的 不过也无所谓了 我快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和柳如烟这场所谓的婚姻 到此结束 刘燕辉从护士手里拿过一份文件 趾高气扬地看着我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炫耀似地说道 这是我的儿子 顾培修 哈哈 亲爱的 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柳如烟也炫耀式地看了我眼 我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 心中有一把怒火 恨不得立马将这对狗男女给宰了 可我最后忍了下来 我知道就算宰了他们 也不能彻底宣泄我的怒火 还会连累自己进去 如今我公司刚刚融资上市 我已经成为了百亿集团的老总 犯不着为这样一对可笑的狗男女 毁了自己的前途 此刻 我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 我转身离开医院 四 朝着家里过去 打算将屋内属于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 拿出钥匙开了门 看着屋内熟悉的一切 里面还有不少自己和柳如烟的美好回忆 我原本以为等我生意渡过难关 柳如烟生下孩子 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现在看来也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幻想而已 可明明那时候 柳如烟就表现出一副很爱我的样子 我出差的时候也会帮我收拾衣服 喝醉酒回家也会为我准备醒酒茶 可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只是柳如烟欺骗我的戏码 相比较柳如烟的付出 我的付出可要多得多 可即便这样又能如何呢 最后我还不是落得了一个只是替身的下场 我心里忍不住呵呵冷笑一声 我摸出一只烟点上 面目冰冷了几分 烟雾弥漫在空中 随着我深吸了漱口 一根烟很快就被燃尽 看着燃尽的烟 我心里也明白 我和柳如烟的感情已经结束 我抬手将眼前的烟雾给拍散 飘散的烟雾也像是我对柳如烟最后一丝感情彻底消散 正当我收拾东西之时 外面的门忽然开了 我看到还穿着病号服的柳如烟和刘燕辉赶了过来 柳如烟目光盯着我 燕辉 你去检查一下他的包 现在他已经破产 说不定将家里之前的东西都给搜刮走了 刘燕辉听了柳如烟的话 迅速朝着我走来 把包给我 刘燕辉朝着我伸手 凭什么 这包里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柳如烟 可能是因为刚生产完 面色看起来还有几分苍白 但他声音却依旧坚立说道 顾培修 这房子里的东西现在都是我的 我和燕辉马上就要结婚 那这房子也是燕辉的 他自然有权利检查你包里的东西 我听了这话 冷声笑了 你让他检查一个事实 我目光落到刘燕辉脸上 刘燕辉下意识往后倒退了一步 他嘴硬说道 你要是个男人 就自己打开 证明自己的清白神经病 我丢下这句话 就绕过刘燕辉离开 柳如烟却将我拦下 喊着刘燕辉上来检查东西 我抬手又给了刘燕辉一个耳光 柳如烟见状像是发疯一般 朝着我又抓又挠 嘴里还喊着 顾培修 你敢打我男人 我和你拼了 我一把推开柳如烟 他脚步亮呛 差点没摔倒 刘燕辉上前搀扶住柳如烟 眼神阴狠地盯着我 顾培修 你死定了 我知道你和我做的是同一行 我们微光公司的总部 就是这一行的龙头老大 我会马上让整个行业 彻底封杀你 让你永远无法翻身 成为阴沟里的臭老鼠 让整个行业封杀我 我盯着他 没错 就是让整个行业封杀你 怎么怕了吗 柳如烟也忽然挽住了 刘燕辉的手 炫耀式地说道 我老公就有这个能力和权力 对付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需要费力 冷不丁听到柳如烟 喊对方老公 我争住了几秒 我最后看了眼他们 没有说任何废话 拎着包就离开这个所谓的家 呜 出了房子 门口停了一辆豪车 秘书很快下车 帮我开了车门 我坐上了车 司机启动车子离开 秘书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顾总 今晚上的庆功宴会 你要参加吗 我轻轻应了声 好 今晚上各大分公司的经理 也都会到场 秘书的声音继续响起 我脑子里忽然浮现 微光公司几个字 我和秘书问了出来 对了 微光公司的总经理是谁 秘书稍微查询了一番 说道 顾总 是刘燕辉刘总 嗯 好 你帮我着重邀请刘燕辉刘总 过来参加今晚的庆功宴会 秘书脸上浮现了一丝疑惑 明显有些不解 但也没说什么 好 他应声答应 车子往前开了一程 不多时就将我送到了豪华酒店 我在酒店里洗澡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也适合过去做一个彻底的切断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到了晚上 因为公司即将上市 所以开办晚宴的地方 也很是高档 此时里面宾客云集 公司的重量人物和骨干团队 都纷纷到了现场 我走进去后 就听到有人恭维刘燕辉 刘总 这次我可是听说你是我们董事长 指名道姓邀请过来的 看来这次庆功宴过后 你又要升值了刘燕辉脸上堆积着笑容 一副很是开心的模样 他身边的柳如烟 才刚生完孩子 就已经浓妆艳抹 陪着刘燕辉来参加今晚的庆功宴 我在总公司用的名字是一个英文名字 所以公司很多人也根本不知道我的本名 加上我为人比较低调 我想这就是刘燕辉 不知道我才是整个公司董事长的原因吧 我进入会场 也没多少人认出我 却在这时候 我的眼神和柳如烟对上了 柳如烟当即色变 他很快就附身在刘燕辉耳边说了什么 不多时 刘燕辉的目光也落到了我身上 两人很快就朝着我过来 还没到近前 我看到柳如烟脸上已经带着一丝怒容 顾培萧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还一直纠缠我干什么 就是 你觉得你这废物的样子 还配得上烟烟吗 今晚是我们公司的庆功宴 你来这里干什么 该不会是想搞什么小偷小摸的事情吧 两人一副趾高气扬 手中端着一杯红酒 装作一副上流人士的感觉 就算你现在求着我 我都不会看你一眼 你知道今晚上宴会 宴会是谁请来的吗 告诉你 我老公宴会马上又要高升了 柳如烟说着话 一副幸福模样 依偎到了柳宴会身上 你要是知道我老公 是被谁邀请过来参加宴会的 你肯定会被吓破胆的 哦是吗 我要是说 他是我邀请过来的 你信吗 我淡淡地说道 我话音落下 两人瞳孔都放大了几分 盯着我 旋即发出了一阵嘲讽的笑声 你 你该不会是 还没睡醒吧 你接下来 该不会是要说 自己是公司董事长吧 嗯 没错 我就是总公司的董事长 我说这话 质地有声 可谁知道 这两人笑得更大声了 刘彦辉笑声里 充满着嘲讽 柳如烟更是笑得花枝乱颤 不成无恙 大家快看来 有个小丑 冒充我们公司董事长了 刘彦辉扯开嗓子大喊道 六 这一声喊叫 不多时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众人都为拢了过来 你们看他这个模样 像吗 柳如烟也说道 他真是胆大包天 冒充公司董事长 我看找人将他打出去 柳如烟双手抱在胸前 冷笑盯着我 众人看向我的神色各不相同 我冷眼看着眼前一切 一声未坑 就在这时候 一个身穿着长裙的美女 走了过来 她皮肤洁白无瑕 气质高贵无比 长相上也是美得不可方物 她叫秦宇燕 是我们集团公司的副总 平时公司上的一些抛头露面的事情 我都是让秦宇燕去处理的 她现身的一刻 众人的目光都落到了秦宇燕身上 美女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受欢迎的 而且秦宇燕并不是那种花瓶式的美女 相反 她还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美女 公司里的事情在她的处理下紧紧有条 秦宇燕出现的一瞬间 刘燕辉的带着一些痴迷的目光落到了秦宇燕身上 柳如燕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脸上浮现一抹吃醋的神色 但等看到秦宇燕的一刹那 明显自卑地低下了脑袋 可大家此时都没有注意到 秦宇燕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 刘燕辉忽然说道 秦总 这人胆大包天 竟然敢冒充我们公司董事长秦宇燕美眸盯着我 嘴角忽然绽放出一丝微笑 就是你冒充我们公司董事长 嗯 是我 我笑着回应 你胆子可真不晓秦宇燕说道 刘燕辉听到秦宇燕说这话 明显兴奋了起来 秦总 我马上喊保安将她打出去 就她这种垃圾货色 还敢冒充董事长 来人 来人啊 刘燕辉跳得很欢 心情很是激动 可是却在下一秒 秦宇燕忽然一个耳光 甩在了刘燕辉的脸上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刘如燕站出来下意识喊道 你 你打我老公做什么 可没想到刘燕辉 去一巴掌甩在刘如燕脸上 刘如燕被打得捂住了脸 脸上出现了一抹红色的五指印 看得出来刘燕辉这一巴掌 打得很用力 没有留手 你怎么和秦总说话的 赶紧给秦总道歉 秦总 我这女人什么不懂 还请秦总见谅 柳如燕脸上露出一丝委屈的神色 没有立即道歉 刘燕辉很快吼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道歉啊 我升职在即 你非要毁了我吗 我冷漠看着眼前一幕 忽然觉得有些可笑 以前我将柳如燕捧在手心里 事事都依着她 宠着她 可她却不知道满足 如今刚跟了她所谓的好竹马 立即就挨了一个大逼豆 真是可笑 可笑啊 秦总 对不起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柳如燕给秦宇燕道歉 秦宇燕轻笑了声 却没说什么 刘燕辉则是继续说道 秦总 请你见谅 她什么都不懂 就是一个村妇柳如燕的面色越发的难堪 秦宇燕则是说道 你刚才说我们董事长是冒充的 这话落地 众人都蒙圈了几秒 一时间像是没反应过来 七 一片刻有人回神 她真的是我们董事长吗 刘燕辉也不敢相信地看向我 不可能 秦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她就是我女人的前夫 一个刚刚破产的废物而已 刘燕辉说着话 还推了一把柳如燕 柳如燕反应过来 没错 秦总 她是我前夫 根本不是您说的什么董事长 哦 原来是顾总的前妻啊 秦宇燕忽然上前来 一把搂住了我的手臂 表现得很是亲密 她这个举动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有聪明人已经反应过来 赶紧喊着我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陆陆续续很多人和我打招呼 刘燕辉和柳如燕瞬间面如死灰 脸上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 面对众人说道 各位辛苦了 今天是我们公司大日子 我被众人簇拥着朝着台上走去 秦宇燕则是挽着我的手臂 有些俏皮说道 顾总 离婚了也不和我说一声家丑不可外扬 我笑道 秦宇燕也没再说什么 我来到台上 秦宇燕则是充当了主持人 诸位 我们公司刚刚经历过磨难 差点濒临破产 好在董事长和各位的努力之下 成功渡过难关 获得融资 如今已经要上市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下面 有请董事长给我们讲几句 一时间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站在高台之上 扫了一眼台下的人 目光不多时 就瞥了眼面如死灰的刘燕辉和柳如燕 柳如燕看向我的眼神 里面充满了后悔 若不是刘燕辉在身边 我觉得他已经要冲上台了 我从他们身上收回目光 在台上简单地讲了几句 大概意思 就是感谢大家的努力 公司走到这一步 和大家的努力和心情分不开 同时公司里的一些 害群之马也要处理一下 当我说到公司里的 害群之马之时 刘燕辉身体忽然一软 差点没倒在地上 我没多说什么废话 宴会进行了一两小时就结束了 秦宇燕告诉我 人事部已经草拟了一份开除通知 发我过目一下 我看了眼 就说道 好 马上发给他吧 这是一份开除刘燕辉的通知 另外 我刚准备说什么 话还没说出来 秦宇燕就明白我的意思 放心 顾总 我一定会好好查查他 让他亲者知青 他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 我点头说 好凌巴 宴会结束 大家都一一离开 我也从宴会场地离开 我刚出去 却没想到刘燕辉和柳如烟 拦住了我的去路 顾总 我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刘燕辉在我面前卑微地说道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瞎眼了 我看着刘燕辉如此模样 冷笑了一声 你之前不是还说 要全行业封杀我吗 顾总 那是我得了失心疯 我乱说的刘燕辉说着话 很快将矛头指向了柳如烟 都怪他 要不是他 我不会误会顾总您的 你这个贱人 刘燕辉阴狠骂道 都是你毁了我柳如烟神色一变 当即说道 我才是受害者 都是你骗我的 裴修 我也是受到了欺骗 都是他勾引我的 两个人开始互相指责 要知道在这之前 他们还是要好的青梅竹马啊 裴修 就是他经常说你坏话 让我受当受骗 其实我还是爱你的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 要带我去爱烟海旅游吗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柳如烟一脸期待地说道 你这个贱人 刘燕辉抬手就要打柳如烟 柳如烟被吓得发出一道尖叫声 躲在了我背后 柳如烟挥挥拳砸来 我伸手挡住了他的拳头 一把将他推到地上 保安 我喊了声保安 保安迅速过来 将刘燕辉按在地上 然后将他给拖走 等刘燕辉被赶走 柳如烟很快就从我背后站了出来 他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看向我 裴修 我必须要和你道歉 其实之前我骗了你哦 你什么事情骗了我 我饶有兴致问道 其实孩子是你的 根本就不是刘燕辉的 他这种畜生 根本就不配当孩子的爸爸 他上前想要挽住我的手臂 却被我悄无声息避开 裴修 我发现自己其实是爱你的 我们复婚吧 可你之前说我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我说道 我之前以为你事业上遭遇了困难 我说那些话 做那些事情 其实都是为了刺激你 给你压力 让你逆风翻盘 结果没想到 你不负所望 现在终于又一次成功了 柳如燕说着话 又一次上前 想要靠近我 我心里冷呵呵地笑着 见过不要脸的人 但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人 这么说 我还要感谢你了 我说道 我们夫妻之间 就不要说什么感谢了 裴修我们复婚吧 我爱你 裴修 我看着他的表演 嘴角带着一丝笑 柳如燕说着说着 眼眶就红了 裴修 我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 往后我会安心在家 相夫教子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们现在就回家 对了 孩子已经出生了 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如果孩子知道 有你这样厉害的爸爸 肯定也会很高兴地 他眼睛明亮了几分 我忽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 顾裴修 孩子不是你的 你没资格签字零九 我冷眼看向他 很快说道 不好意思 孩子不是我的 我没资格给孩子取名字 柳如燕神色一正 裴修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现在给你道歉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要是还觉得不满意 我给你跪下可以吗 他刚要下跪之时 忽然一道的靓丽的身影 朝着这边走来 你刚生完孩子 可别下跪 地板凉 秦宇燕走了过来 高贵有气质的他 无论走到哪里 都很吸引人 他上前来就挽住我的手臂 靠在我身上 一副亲密的样子 我也没说什么 柳如燕蒙住了几秒 玄机发怒说道 你 你放开我老公 你们已经离婚 顾总和你没关系了 你醒醒吧 陪修 你快放开他 告诉他 你是爱我的柳如燕看向我 带着期盼的眼神 我一字一句说道 柳如燕 我们已经离婚 不再有任何关系 你赶紧去找你的好竹马吧 说着话 握着秦宇燕的手臂 就要离开 秦宇燕却忽然追了上来 再次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信顾的 我告诉你 就算你要离婚 那我要分你一半财产 五十个亿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离婚 我说道 你想这样甩掉我 我告诉你没门 顾裴修 你现在这么多钱 你不给我一笔钱补偿 我和你没完 此刻 他完全就是一副 泼妇的模样 上来就准备动手 还指着秦宇燕骂道 你这个小三 话还没说完 秦宇燕一个耳光 就甩了上去 别人惯着你 我可不惯着你 你说话客气点 被打了一个耳光的柳如燕 完全傻眼 等回神后 发出一阵呜呜的哭声 老公 他打我 我看着他如此模样 就觉得让人看着恶心 你老公已经走了 我可不是你老公 我说完 就和秦宇燕上了车 车内 秦宇燕说道 裴修 你可真绝情 就不担心你前妻报复你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车子开到了酒店 秦宇燕说道 需要我上去陪陪你吗 他一向是这样 泼辣大胆的女人 我也已经习惯 我知道他就是喜欢口嗨 我没有说什么 就朝着酒店房间过去 现在手头上的一些事情 已经处理好 不少事情也尘埃落地 我松口气 今晚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可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 我就接到了秦宇燕的电话 秦宇燕声音从那边响起 裴修 卫光公司的总经理 刘燕辉的事情 已经调查清楚 首先他被我们公司开除 其次我们也查清楚 他有贪默公司资产的行为 数额高达五百万 我听后微微皱眉 嗯 追究他的责任 我早就报警了 现在他估计已经在橘子里了 秦宇燕说道 好 我应声 正打算挂断电话 继续睡觉 秦宇燕的声音 却再次响起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是关于你前妻的事 你说我精神了一些 你自己去网上看看吧 你前妻现在 已经将你描述成了一个 有钱就变坏的男人 还是抛弃弃子 现在网友们痛骂你呢 秦宇燕轻描淡写笑着说道 我听到秦宇燕这种口吻 就知道他已经有了应对办法 出于好奇心 我还是点开了相关热点 看了看 热搜标题是 新晋上市集团老总 抛弃妻子 我点开后 就看到了柳如燕拍了视频 在视频里不断地哭诉着 说我不负责 还找了别的女人 有钱后就变坏 视频里 他将自己形容成 一个陪着我吃苦耐劳 不离不弃的好妻子 而我则是成了陈世美 网上对我骂声一片 这种男人也能发财 姐妹们 我们抵制这家公司 从现在开始 不买这家公司的任何产品 让他们公司倒闭 对 姐妹们团结起来 千万不能让这种渣男赚到钱 我正看着 手机不多时 又响了起来 我看了眼是柳如燕打来的 我稍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那边柳如燕的声音 很快传来 顾培修 网上的消息 你看了吗 嗯 看了 我回答的有些平静 他则是很快说道 你看了就好 如今你们公司刚刚上市 股票已经开始下跌 如果你不想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给你两个选择 啊 什么选择 我已经点开了 手机录音功能 他也真是脑子傻 也不知道 是不是怀了 刘燕辉的孩子变傻了 一是和我复婚 我们俩在一起 二是 你给我五个亿的补偿 我帮你澄清消息 以后再无瓜葛 给你钱到事也可以 那我问你孩子是谁的 他听到我答应了下来 以为拿捏了我 更加自信说道 孩子反正不是你的 他接下来的话 我也没兴趣听了 哦 好 前什么时候打给我 我没回答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刚挂断 柳如燕就对我进行了 电话轰炸 我动手拉黑了他 我将那段录音 发给了秦宇燕 让他去处理一下 秦宇燕听了我的话 很快说道 好 马上处理不到一小时 秦宇燕将放出了很多消息 有那天 他医院生孩子视频 还有刘燕辉这边的发言 加上我那段录音 事情迅速翻转 柳如燕摇身一变 就成了潘金莲 网友们评论 我早就知道这个女人有问题 没想到居然出轨 真是丢我们女人的脸 姐妹们一定要和这种女人 画清楚界限 我看她的面向 就知道她不是好人 我打开手机 看了看这些消息 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我合上手机 好好休息了一番 接下来的三个月 正是公司忙碌的时候 我全身心投入公司 而刘燕辉被判了十年 柳如燕则是听说 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 换了一个地方 我也没有管她如何 大概两年后 我和秦宇燕水到渠城地 步入了婚姻殿堂 并且生下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后来无意中听说 柳如燕带着孩子出国 结果被骗得流落街头 不知生死 可这些东西已经和我没关系 现在我只想过好 属于自己的生活 全文完 全文完